探索未知领略奇闻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爱探索 鱼类是天生的游泳健将 鱼镖可以让鱼类在水里自由的上升和下降 鱼尾可以让鱼类控制方向 鱼鳍可以提供前进的动力 深海中的鱼类都有流畅的体型 各个都是游泳能手 但是在危险重重的大海中 却有一种鱼类非常不善于游泳 几乎没有任何技术 这就是翻车鱼 翻车鱼又称为头鱼 翻车鱼、漫驳鱼和翻车豚 主要生长在亚热带和热带海洋 在我国沿海也能够见到翻车鱼的踪迹 是一种行动非常迟缓的鱼类 经常将背鳍露出水面 或者是侧卧于水中 翻车鱼的外形长得十分怪异 鱼类游泳主要是依靠鱼鳍 鱼鳍越强壮 鱼类就游得越快 但是翻车鱼的鱼鳍实在是小得可怜 和它庞大的身躯相比 显得微不足道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翻车鱼非常不擅长游泳 翻车鱼的外形也让人哭笑不得 又圆又扁 根本就不像是为游泳而生的 游泳已经成为了一大难事 在平日里 翻车鱼想去哪里 主要是依靠洋流推动 推到哪里算哪里 除了不擅长游泳 翻车鱼的智商也让人着急 有时候过于依赖洋流 经常被带到海岸边 对于渔民们来说 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食物 那么漫长的岁月进化中 翻车鱼是怎样熬到今天的呢 虽然不擅长游泳 但是能够活到现在 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那就是特别能生 翻车鱼的每次产卵 可以达到三亿颗 让其他的鱼类望尘莫及 除了能生以外 翻车鱼还特别能吃 破卵而出的翻车鱿鱼 只有两毫米长 长到成年的时候 可以达到三米 整整变大了千万倍 看来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 每一种生物 都是有点本事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